如果说浙江哪个地方最低调 我感觉慈禧这个地方绝对能排得上 一提到浙江的墙线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就是义乌 但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超越义乌的一个县级市 那就是我们眼前所在的地方慈禧 其实在浙江所有的墙线当中 慈禧是排名第一的 是整个浙江手名副其实的第一线 是属于浙江二哥宁波管辖的一个县级市 像浙江这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产业 像义乌市世界小商品制度 而慈禧的支柱型产业就是家电 可以说全国50%的家电都来源于慈禧吧 因此也有很多网友戏称是浙江的宁波 中国的慈禧 他和山东大哥青老还有顺德 并称为中国三大家电基地 可见这个地方的家电产业真的是不一般 慈禧别生三北桥城位于杭州湾的南部 于上海也就100多公里的路程 特别是后来修建了杭州湾大桥以后 更是方便了慈禧这个地方的发展 在2022年慈禧这个地方完成了生三组织2500多亿 作为一个县级市超越了我国50%的地级市 他以优越的成绩挤入我国百强线之一 而且是那种排名特别靠前的 排在了全国百强线的第六位 这个可以说一直让浙江二哥脸上有光 从秦代开始 无路深处河地出门在外的宁波人非常抱团 在当时全国各地组成了一个宁波商邦 而正是宁波邦开创了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 比如第一家商业银行 还有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等等 而在这些宁波邦当中 慈禧人的地位可以说是在其中举足群众的 北京在清朝初期就设立了浙池会馆 可以说慈禧人的身体里自古就流淌着经商的血液 和中国社会与行政命令而崛起的大量工业城市不同 慈禧的工业是从手工厂房开始自然生长出来的 并且大家只知道一无的小产品畅销海外 但一无很多产品都是源于慈禧这个地方的 地属上海杭州一无宁波主城区十字路口的慈禧 也想尽了交通便利的优势 可以说充分利用了上海杭州提供的资金与技术 以及一无提供的全球市场 慈禧的民营企业从小做坊一步一步涨大 如今慈禧91%的税收 90%的就业岗位和100%的高新技术企业都源于民营经济 就像平时你们不会关注的电插座 打火机 油烟机等等平白无奇的产品 这些东西在无心之中支撑着我们每日的生活 而他们很可能就是源于慈禧 现如今这个年轻人普遍离开县城 去大城市寻找未来的时代 慈禧靠着强大的制造业汇集了180多万人 成立人口也超越了100万 已然成为了我国的一个二型大城市 就问你们这么一个县级是扭不扭吧